原買股東會登場 去年疫情下集團營收來到一千一百二三億元 配發現金鼓勵零零九元 但大家最關心的莫過於 零售業佳樂福的併購案 對手統一稱有優先購買權 但許許東認為定義上有不同的法律觀點 必須等到法國賣方來釐清 但希望能透過公開方式來競標 談到合併案 又與副榜董事長蔡明忠隔空交鋒 預言又止罕見收起炮火 回到本業受到國際情勢影響 通膨越來越嚴重 直接影響下半年百貨零售業 強調只能努力 會維持樂觀的心態 持續推動遠東數位轉型 積極進行展鏈計劃 來擴大零售版圖 再確實製造方向太不倒了